一进屋内就传来阵阵恶臭 无论是吃的用的都堆满床铺及地上 50岁的乌米卡宗因病长期误床无法自理 12岁儿子又常把流浪猫带回家 导致脏乱异常 心中有爱就无障碍 马来西亚击打19位慈禧之工 把恶臭抛一边 带动暗家的孩子一同打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 什么要赶 我们有机会吗 来辅助 无米卡送因病卧床 许久不曾目屈 当志工把第一条水淋在身上 在走一卡车垃圾 也为母子带来新家具 这床儿子还卡等了三年 家变清爽了 还有志工们如家人般的关怀 也鼓励母子两重新振作 未来要靠自己掌握 待新闻邮靖辈 许为宁 岑春山马下报道 就算了解回去 请不吝点ra